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台北市外头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今天一样 白天的时候各地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7月8号星期四 目前台北市外头28.1度 降雨几率是30%左右 那我们来看到卫星云图 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最主要呢 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不断的在增强 所以我们台湾上空的云层 是会稍微比较少一些的 那各地都是多云稻晴的好天气 今天高温的部分呢 跟昨天也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 但是还是有局部地区 高温是可以来到36度的 我们来看到高温资讯图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 今天一样还是北部东部跟南部地区 都是有机会上看36度 那尤其宜兰要特别留意 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 这个高温都是会碰到36度左右 那就提醒大家 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同步我们要来看到紫外线了 今天的紫外线 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来到了过量等级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里岛以及花莲跟台东 是来到了危险等级 那就要提醒大家 过量等级跟危险等级 就等于同于 你在户外活动个10到15分钟左右 就会开始有一些中暑的现象了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 防晒的工作是一定一定要做好的 那么接着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会怎么下 今天降雨主要都是集中在中午过后 会稍微下着一些午后雷震雨 但是白天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不会下雨的 所以高温炎热大家防晒真的要做好 那中午过后的时候包含了中南部地区 这边降雨会来的比较大一些 那大台北还有山区的部分 都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但是看到晚上的时候 因为午后雷震雨这个热对流 已经结束了 所以看到全台各地都是回到 这种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接着看到天气走势图分成了两个部分 那今天跟明天最主要都还是受到 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 所以各地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都是多云道晴 但是中午过后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还是会稍微下起一些局部短暂雷震雨 那到了周休假期的时候 我们的水汽又要稍微的增加一些了 尤其是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 又会开始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另外其他县市啊 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但是中午过后 一样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最后关键字 我们要来提醒您 今天天气都是稳定的 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那就要特别注意防晒的工作 另外就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中午过后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 以及山区的部分 都要特别留意 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以上就这节气象资讯 让您出门上班 穿衣服有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